接着我们银狼也是终于上线了 那么银狼的强度如何 究竟该如何配对呢 这一期视频告诉你 银狼虚无量子角色 角色的技能官方写的也是非常复杂 为了让大家快速的了解 这里就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 天赋说白一点的就是给敌方上debuff 小技能给敌方植入弱点 大招则是给敌方遭受伤害 并降低敌人的防御 下面讲一下光追与仪器的选择 光追首选银狼专武 羽翼之下 次选1.1版本赠送光追 新手任务开始前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 决心如汉班闪耀后会有期 这里更推荐平民玩家使用 新手任务开始前 这个武器算是官方免费 送给大家的平民专武了 也是非常的契合好用 一期推荐使用 范银和商业公司两件套 搭配天才四件套 前期过渡或生存能力不足 也可以选择铁位四件套 主次挑选择 效果命中驱赶 速度鞋 量子伤害卫面球 能量回复连接绳 不择条推荐 效果命中 大于双爆 大于攻击百分比 大于速度 角色命座推荐 0命 2命 对了1.1版本来了 来往原游戏免排队 一键快速登陆 不占内存 轻松秒玩 输入这个口令码 信用户必得游戏礼包 还有机会杂中1000元时 和银狼抽卡游戏基金 限量排送 先到先得 好了 下面就到了最最重要的 角色配队环节了 这个角色主要适合进入 纯色队或双色队使用 首先来讲一下纯色队 阵容是银狼 浮玄 希尔 清雀 这套阵容也是 未来可以组的一套阵容 纯色队的优势在于 银狼只会植入量子弱点 并且因为敌人始终 拥有量子弱点 从而不会出现某个敌人 无法击破对应弱点的情况发生 算得上是 未来可以组的一套 比较好用的阵容了 但是这套阵容的缺点 也比较显而易见 就是生存能力不是很足 因为目前浮玄 这个角色的技能 以及定位都是未知的 目前内鬼大佬们爆料 浮玄极有可能是生存位 所以具体还是得看 整套阵容出来之后 才可以确定 双色队也是目前 比较推荐的一套阵容搭配 阵容是希尔 银狼 警员 白鹿 这套阵容中的警员 与白鹿 也可以换为 瓦尔特与罗刹 这里拿量子与雷 双属性距离 如果敌方两者弱点都没有 则银狼植入弱点的概率 分别为50%与50% 如果敌人默认 已经有其中一个弱点 那么银狼攻击后 是必定植入另外一个弱点的 所以这里我也是 比较推荐双色队的 那么总结一下 这个角色在攻测之后 也是被削弱了一波 但即使是削弱的银狼 也非常适合 活跃于纯色队与双色队之中的 属于是一个 非常适合量子角色的辅助 但如果你不准备 练量子队 或者是你的星穷 并不是很富裕的情况下 那么还是可以考虑 跳过本次的卡池 去抽下半的罗刹 或者是抽下半本的卡池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 也先给大家待在这边了 希望的视频 也是一定要记得一键三连 本期视频点赞过3000 立刻更新 下一期 我是鬼刃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